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出席 台北市产业节能精灵辅导团成立大会 被问到早上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直接点名台北松湖变电所动工卡关了20年 酿成电力系统规划完全走样 他也回应希望能源政策 使中央可以协助地方政府持续来做沟通 带您一起关心 我想我们持续跟中央来沟通 还是很希望说 简单上新政府要能够正视到整体的能源政策 那也能够聆听地方基层的心声 特别在台北市 我们其实有很多跟台电方面的案子 都希望中央能够来协助地方政府 我想这部分我们都会去跟中央沟通 好台电总经理王耀廷接受未留 不过早上是活力全开批评地方政府 普遍只要晶圆厂不要发电厂 不仅供电端受阻 在书店端同样也招卡 直接点名松湖变电所 明明是台北市电力命脉 但二十几年无法动工 台电努力补破王 但明明一件好好的衣服 却搞得东补西补 完全不像正常的电力系统 这个说法是引来来营议员不满 表示说去年全台停电六千多次 难道都是松湖变电所影响的吗 不要推卸责任 不过讲市场这边是没有太多的炮火 只说会持续的来跟中央做沟通 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正视完整的能源政策 更要聆听地方基层的心声 这边有点减僅的心声 只有我俩感受到 我俩感受到